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马来西亚航班虚联让家属揪心 新华王北京3月8日点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8日称 将在北京立都饭店 组集荣坡至北京的MH370航班虚联仪式 举办新闻发布会 在机场守候的乘客、家属 已经陆续赶往饭店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客机 与8日凌晨西区联络 飞机上运载227名旅客 包括两名婴儿及12名机组人员 原定8日6时30分滴达北京 季节上午就时时 赶到首都机场 B区国际航班到达处 已经聚集多家媒体记者 一位年轻女性 情绪失控 虚声痛哭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中国办事处表示 航班MH3G领续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40分 与管制中心西区联系的 目前仍未有任何消息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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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